大家好,我是阿慧 今次和大家說一下 中國海軍用22艘 護衛艦改成海警船 給了海骨 將導彈拆掉,然後改成海警船 其實海警的戰備提升了 很新的,10年都不夠 現在中國海軍發展得很快 所以可能是0.56 這麼先進的,已經不夠用了 發展得太快 但應該有些巡邏用 邊防用都夠用的 因為他可以載直升機 後面可以載直升機 可以載直升機 一架攻擊11都可以 不對,直升機 無人機都可以 無人直升機都可以 無人直升機 總之,22艘有很多 應該會研發新的艦艇 雖然這麼大手不張 22艘改裝成海警船 因為已經滿足不到 中國海軍的防務需要 可能是更加先進的艦艇 因為整個作戰系統可以組成的 應該不是傳聞 應該正在研究的 新型艦艇 叫什麼 全能艦艇 兩萬噸級 兩萬噸 電池炮 加上激光炮 應該是 激光炮 用來捷擊導彈 電池炮 用來打艦艇 用來打船 這就是傳聞 還未證實 但是 你現在的 架艦艇換得這麼快 其實 有跡象顯示 十年艦艇 十年艦艇 很新的裝備 都要換到海景 證明 中國海軍 發展得快 應該是有 研究新艦艇 要不然 不會很快 這麼快 這些裝備 一定是升級得很快 越來越境 今天先講到這裡 有空 接近 北大雅 重備 五床 三百分之 五床 廠 五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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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